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开始之前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按钮 记得按旁边小钟仔 一有新片就会收到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 是帮讲出声博客胡绍伟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见证临冬制世为功 学校其爱国宏善心 自从我的大女儿三岁的时候 因为在儿童癌病房隔离病床的病友介绍下 我认识了二父临冬 去到今天已经有四分一的世纪了 二十几年来 不借看到他不辞劳苦 在粤港澳三地奔波行线宏外 心想他就好像一个末祭公 东井园佛会创办人临冬生于战乱 没机会读书也不识字 却深知到文化如同心脏的道理 二十几年来不断捐资助学 累计捐助了已经有几十所的学校 令百千个贫困学生有良好的学习机会 2007年和2008年 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家的林东 在这个月先后被广东省 乔介人外基金会和澳门市民日报作专栏报导 称他为生命不息善行不止的慈善老兵 回顾他的善举多不胜数 就好像在2003年香港非典示弱 他拿出了自创的中药良方煲茶 送赠给香港社区和医务人员强体抗疫 在2004年他向珠海捐赠了医疗车 其后又在坦州捐建桥联大厦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 他将4月25日 债宴所筹得的其中100万港元捐出去 不者当晚都有幸去参加其中 对于20多年来数以千万的捐款 他经常笑着说 他说我的钱是别人送的 拿着这些钱来办公益 是取资于民用资于民 没有制工就没有临东 为了答谢制工活佛对他的心恩 临东十几年来带动东井园佛会 推广制工文化 不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2008年在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举办首个国际制工文化节 其制工活佛成道800周年的庆典活动 整个文化节为期三天的活动 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制工文化展览、制工文化学术交流 飘色巡游活动、得理港座等等 2014年和2017年 临东分别在澳门和香港创办了 国际制工文化协会 凝聚各地对制工文化爱好者 在港澳推广无我利他的制工精神 2019年11月香港社会黑暴横行 他依然吩咐我们东井园 坚持要办两天的国际制工文化节 邀请了200多位来自香港境外的马来西亚 泰国和加拿大 内地和澳门等地制工文化爱好者来到香港 并于11月9日在全湾余芯海景酒店 其会议中心宴会厅成功举办了最大规模 装扮成制工的聚会 刷新了新的建历士世界纪录 在国际华人社会弘扬具中华特色的制工文化 身为中山僑联名誉主席的临东 一直对僑联工作非常支持 经常出席僑联会议并提醒各地的善信和僑胞 要爱国外乡 不能够数典忘祖 要支持国家的公益事业回馈自己的故乡 记得有一次到虚拟农村访问 临东看到一个仿照三十年代的农舍 而搭建的片场场景 他当时就随行和笔者说 我解放前的家 比这家房子的一半重要势 形象地使我感受到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2019年反修例事件令香港陷入分裂 他对黑衣人暴行痛心疾首 在当年的9月9日首次以东白白级港人的信 在网媒帮降出声发声 在同年的11月2日 在短短的两个月间 一共发表了12封公开信 呼吁各方方下分歧 以助香港逃过这场劫难 今年3月21日 他找人打长途电话给我 他说 好了的疤痕都不要忘记之前的痛 提示笔者要写出的道理 呼吁在港有色之事 启动齐斗港奸 从上述三个本人亲历的事例 可以见到临东一伙爱国爱民的善心 他的言行为人 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很多因缘制愈下 我认识临东已经多过十年了 其实跟随他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义工 探访独居长者 为独居长者家里清洁 甚至乎去到为长者移展的 其实那些淋淋种种的义工都做过很多次 但是最难忘就有两样东西了 第一就是我参加了人生三次挑战世界建历史记录 第一个建历史记录就发生在2015年的10月 当年我们就做了一个挑战全球最大的手指纹绘画记录 我们就命名它为万子千人印制工 当年就有二百多人 就二百多个学生一起去做了这个创举的 在下一年的2016年10月 我们也创办了一个新的建历史记录 就是最大规模装扮成制工的聚会 有成291个人一起穿着由建历史陪审去批核一套制工的服 接着去到2019年的11月 我们再挑战最大规模装扮成制工的聚会 跟随林东的在东井园这个佛会 和东井园林东慈善基金下 就总共做了三次的建历史记录了 除此之外做建历史记录 其实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 连续三年 东井园林东慈善基金 就参与了由香港国泰举办的年初一 花车巡游 这个经验真是很难得 可能大家如果这样说起 其实都会记得当年在电视的一些片段 认识林东 他经常有些金句是会教导我们的 对于我自己尤其深刻有两个金句 第一他经常说叫我做事 要点点用心落在其中 意思就是每当我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记得要用心去做 但是同一时间也都要在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第二个金句他经常跟我说 我认识他没多久呢 他对着我就是跟我说过很多次 他说要感谢折磨你的人 听完他说完这句话 我就抹着我的口看着东叔 我就说不报仇 还要感谢他 他简直是没可能做到的 那去到十多年后 我不敢说是否可以感谢折磨我的人 但是起码要学懂就是 不要那么多怨恨 凡是感恩便是福 希望今集的推介是和普通 平时我的推介有很多不同的 希望这个推介的文章 你们都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